第一个 请各位先开启一下开发领域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预设是不会出现的 也就是理论上 Excel的定位一般人是不会用到这部分 当然如果说我们要快速开发 去处理一些大数据相关的资料的话 那你就必须把开发领域这个标签给叫出 怎么叫 特别重要 每个版本当然有点不太一样 不过从2010以后的版本好像都一样 那它的位置是在上方的箭头 其他命令 其实应该2010以后的版本应该都一样 其他命令 那2007的话位置也差不多 不过2007是在上方有个常用 那在这个快速存取工具列 上方有个制定功能区 那记得就是只要把什么呢 把右方的开发人员 这个选项打勾就可以了 开发人员这个 它是在这边箭头 里面的制定功能区 里面的开发人员 这样OK 那这样子的话 你才有办法去执行你后续的动作 你后续的动作 当然即便你完全没有 那个程式的基础的同学 或者那个也可以快速的开发 那里面的话 第一个先把这个开发人员标签 先叫出来 OK 第二个的话 应该找到了 开发人员 点击上方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 开发人员 这个标签 你看确定 那确定之后的话 最重要的主角 就是这个visual basic 所以你只要打开 那个开发人员之后的话 在它的左上角 就会有个开发人员 这个地方会显示出来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事呢 我们需要做的 基本上就是在 这里面做一些事 那当然这个程式 蛮农长的 基本上你们打开之后 因为我这个范本 我把原来的关掉 因为这样 我重做一遍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你开启visual basic 我是建议 你可以把它做成浮动的 也就是说将来 我习惯是把它 稍微缩小一点点 放在这个萤幕的中间 那你可以移动着看说 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根据你的需求 去做设计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在这个visual basic上面 如果你要撰写 你需要的功能的话 一定先要增加一个模组 所以模组部分的话 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这个模组部分是必要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模组的话 那你后面的东西 可能就没办法做了 所以第一个插入模组 插入一个模组 OK 那后面 因为我在云端上面 放了蛮多的sauce 就是最后写完的程式码 你只要懂得复制贴上 确定没有问题 就可以执行了 好 那大概注意一些细节 其他应该就OK了 那这边的话 第一个就是先把这个地方 先插入一个模组 OK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第二个的话 再来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需求 那这边的话 当然我需要的事情是 把里面 如果它一笔 那就直接搬过来 如果它有多笔的话 那我就把它的逗点 逗点的部分分开来 再分别放到往下 每一个都做一样的事情 OK 那这个部分 当然如果用人工来做 这个可能花非常多的时间 可是我们怎么样用VB来做 这边基本上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也可以没那么多时间 所以我有把最后完成的程式码 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 在云端白板上面有个范例一 范例一里面 就会有个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 里面记得就是说 做一个 打开之后 记得还要多做一件事 就是在它的那个 点击这个程式码之后 右上角 有一个弹出视窗 这个我是强烈建议一定要做 右上角这个弹出视窗 一定要弹出 因为如果你没有弹出的话 将来在复制程式的时候 会发生错误 比如说你没有弹出 我记得好像之前有同学 这个直接从这边复制 结果一复制贴上之后 发生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贴上之后的那个程式 它变成红色的字 因为在没有弹出 它中间会有断行 所以差别在这边 那请各位就是弹出视窗 弹出视窗之后做什么 再把里面的那个程式部分 稍微看一下 那我又把那个也是一样 在云端白板上面 我们的需求也有做一个叙述 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二 然后里面要怎么样显示这个图表 那这个图表实际上 需要分成几个部分的动作 才能完成 第一个就是先把我们的复选 切割成单一个选项 一个一个切开来 第二个做什么呢 因为你切开来之后 你还是没办法看到结果 第二个是利用那个 再切到第二个统计 比数统计部分 再去统计 到底这个范围里面 有多少个 比如说选的什么 函数进阶应用 有几个 最后呢 这个是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是统计它的比数 第三个呢 再画出它的图表 所以基本上会分成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 一二三 OK 那最后 当然如果说把我们BBA程式写完之后 一般性的习惯是会多产生一个按钮 所以会有第四个 怎么样产生按钮出来 那如果你按钮产生之后呢 当然最后呢 我们直接按一下那个按钮 它就可以自动帮我把最后的结果呢 给显示出来 那这个部分呢 请各位试一下 那其他那个图表部分 因为图表部分呢 我已经预先做好了 所以你只要资料来源 里面不是零的话 它就会自动帮我把结果给秀出来 大概是这样 这几个步骤 那里面的话 我有把那个最后的sauce 放在云端上面 总共两段 一段是 我怎么样去做切割 那切割完之后呢 还有一个是清除 两段程式 那其实你只要 Ctrl C 再来直接把它贴到 我们的Visual Basic里面的模组 把它贴上 基本上就完成第一段 至于等一下要怎么执行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待会 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基本上我们会需要逻辑说明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我希望做的是 在这个工作表里面的 这一个 我的D栏的资料是负选 那我的G栏的资料 是要把它变成单选 所以第一个 我需要一个回圈 帮我做一件事 那回圈的话 当然就从第二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做什么事呢 就是把D栏里面的资料 帮我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 如果里面有负选的 就帮我切割吧 但是如果没有负选的 比如说他只有一个的话 那就帮我怎么样 直接就把资料怎么样 从D栏帮我搬到G栏里面 放过来就可以了 因为他如果没有负选 那就没有负选 就选一个而已 那就搬过去就好了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 讲的这些叙述 要怎么样在VBA里面 帮我实作出来 理论上这个是我一行一行 打出来的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 主要就是 我们现在很多资料的处理 大部分都是怎么样 可能你想的 跟你要做的 其实落差很大 你想的跟你做的 你没办法一下子做 那我现在就是 把那个整个刚刚的过程 叙述转为VBA 那也许你刚开始 对这个顶陌生的 不过没有关系 第一个要怎么做 首先基本上呢 将来如果你要实作 那个VBA的话 第一个呢 你需要在 第一个要加入模组 第二个的话呢 加入一个sub 这个加入sub的方式 其实在那个VBA里面的上方 在那个上面这边 有一个插入什么程序 OK插入程序 插入程序呢 那你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部分的名称 那因为我们已经贴上 你就不用做这件事 我是教各位这个怎么来的 插入一个程序叫sub 名称的话呢 就是什么 叫做复选题切割 底线2016 你就把字打上去 按确定 它会自动帮我产生一个 空白的那个程序 基本上这个 这个是这样来的 就是它会帮我产生 类似像一个头一个尾 那里面的东西 是我们自己把它填上去的 那基本上里面 到底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个 那我上面都有注解了 我的写作习惯是第一个 先多增加一个追的变数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VBA的好处是 它可以完全不需要宣告 当然你要宣告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不过我发现 好像不宣告可以少掉很多 就是少打很多程式 所以我这边是没有宣告 你直接设定一个追的变数 它预设值就等于2 为什么等于2 因为我将来会希望把 输出的资料是从第二列 这个2指的是 我将来是从第二列开始输出 一直往下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 For I 这个4指是回圈 然后回圈从第二列 一直到我们工作表1 去词 以后特别注意就是物件的名称 就是去词 去词指的是工作表 哪一个工作表 第一个工作表里面的 从第二列 从第二这个储存格向下去帮我追踪 向下追踪它最下面是哪一列 那我们的写法就是Range D1 点End 其实这个地方会自动产生 Range指的是储存格 你如果打个点 它这个理论上会自动会给你提示 帮你自动打出这个End End指的是它的最下面 那XL Down最下面的那一列 请你告诉我那一列是哪一列 那借由这种方式我就知道说 我总共有几列 那这样子就可以跑一个回圈的范围就确定了 那里面的话我是多增加一个一幅的叙述 这个逻辑里面的话 用Inestr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它是VBA里面的一个寻找某个字串到底存不存在的一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主要用途是帮我找找看 D里面这个储存格里面有没有逗点 其实有没有逗点 基本上主要的用意就是 如果它没有逗点 那表示它只有一个资料 就是它只有单选一个 那如果说 如果假如说它找不到 逗点的话 这个叙述是如果找不到逗点的话 那就是直接把 D 就是D的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搬到G 所以直接把后面的东西搬给前面 OK 这个叙述我想你慢慢习惯之后 你会发现大概叙述就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什么 J等于J加1 为什么要J加1 因为你已经把资料丢过来 那4P怎么样 这个资料要往下跑 往下一列 往下一 所以J加1 反之的话 那就是怎么样 帮我做切割 这个里面的资料 那切割 其实关键就是在这个Sprits 这个Sprits 这个函数 其实也是VBA里面的函数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前面打一个VBA 电 它也会出现电 电Sprits 这个所谓的VBA 是一个大的函事故 这个函事故里面 有非常多的函数 就是VBA里面的函数 你可以用 比如说里面的Sprits 那Sprits是做什么 你必须给它一个 你要切割的储存格 那我是低 这个低的储存格 里面如果有逗点的话 那你帮我切割 那它会怎么样帮你切割呢 基本上它会帮你把 这个假如有逗点 对不对 假设这边有逗点 它会帮你切割 切割 假设三个 一个放一个 一个放一个 其实就切到一个阵列里面 那这个阵列我们就把它接到 那我这边前面多增加一个 叫AR的阵列 然后这个阵列 再来怎么样 我把它解析一下 所以For each是解析 这个阵列里面 假设有三个 那我就一个一个的把它抓出来 所以抓出来之后的话 丢到我指定的储存格 那往下一列的话 追加一 所以往下往下一直往下 OK 那这边有一个application 这个是什么意思 让它等待一下 那你想说 干嘛等待往下跑就好了 实际上我主要是要做出什么 做出那个动画效果 因为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动画 没有等待的这个效果 你会发现那个图表马上显示出来 但是如果你希望那个图表 有那个慢慢慢慢呈现出来的效果 那你可以让那个程式等待 那这个如果你暂时不执行的话 前面可以加一个单颖 这个单颖 这个单颖号 然后后面加一下 那最后的话我们做出来 就可以看到 他会帮我自动把资料切割出来 那底下会有个清除 清除的话你可以直接执行 他会把里面资料清除 所以我step by step 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他会先跑这边 因为他找不到逗点 所以会把资料丢过来 那加了一之后往下一列 然后换下一个 里面他有三个 所以他会跑这个 帮我切割之后丢到这个阵列里面 那这个阵列目前里面没有东西 那我丢过来之后的话 里面就是会有三笔资料 那我怎么资料 知道里面有三笔资料 你可以直接用一个方法 这个AR按右键 它有个新增监看式的功能 假如说你想知道 这个阵列里面放了什么 你可以用新增监看式的方式 按一个确定 那里面各位可以看到 下方会有个监看式 他会自动帮我把什么 把那个我们刚刚切割出来的结果 切割出来的结果 放到这个阵列里面 那你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一维的阵列 那里面就放一个两个三个 那后面这个4H的意思就是说 那我再把资料一个一个一个的 放到我指定的往下的储存格 那如果全部执行的话 假设这个部分应该没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全部让它跑往下 按F8 其实我这边是按F8 然后让它往下跑 你会发现它一个一个帮我切 本来是复选的 那我就可以让它呢 全部都帮我切割 并且放在底下 瞬间全部都帮我切完 然后如果你不懂了这个方式的话 那你势必怎么样 就要慢慢处理 慢慢切 那因为在Excel的函数里面 它没有切割函数这个东西 所以你变成 这个部分 如果用VBA来撰写是这样 那这个部分呢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我有两段 我看干脆 比较保险的做法 干脆你们我把那个刚 旧的把它修改掉 你们就用新的 所以刚刚如果跑有问题的话 你干脆我把它up day一下 判断一下 它里面是不是只有单一个选项 如果单一个选项 可能会有问题 OK 那试试看 这第一个部分 但是你做完之后呢 后面的图表 当然还没有跑 那我要怎么样 让图表可以跑 特别注意 你还要再统计 统计什么 统计那个前面的函数应用 在前面的范围里面 有几笔 这个时候呢 其实这里 不需要写诚词 因为在Excel里面 已经有一个内建函数 它可以帮我count着 count着什么 count着if 各位应该有用过 所以如果 我的前提是 如果你实在没有更好的方法 你再写VBA程式 但是如果你有 内建更好的方案的话 那你干脆用内建的就好 可是后面 那要怎么样 可以快速的统计 进阶函数呢 在这个范围里面 到底有几个 以前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可能知道 那就是把它排序一下 然后再算 可是这个可能还不是更好的 最好的方法 我建议是这样的 你可以把这个范围 先建一个名称 我习惯建一个名称 所以 Ctrl Shift 从G1选取 Ctrl Shift 向下 把这个范围 建一个名称 建一个名称 先是从公式里面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 这个名称就叫做 复选及切割 以后我只要按F3 我就可以找到这个范围 OK 就是先把这个范围建立 然后要怎么样可以去做 这已经有一个 然后你可以插入函数里面 利用这个应该是统计函数 统计里面 统计类别里面有一个叫Count if的函数 然后直接按确定 再来他会问你说你的Range Range部分的话你按F3 他会跳出那个复选题切割 也就是刚刚那个范围 刚刚那个范围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Criteria你给他什么 前面这个东西 函数进阶应用 你帮我在刚刚那个范围里面找找看 在这个范围里面找找看 有没有这个Criteria是 那个函数进阶应用的 如果有的话帮我算一下 总共有几个 他回来就直接告诉我是16个 OK那答案就出来了 那当然你这个地方做完之后 你就直接怎么样 按确定下面的东西 也就全部就产生了 那另外因为这个图表 是跟着这个旁边的资料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图表 也会自动产生 这个部分就完成 最后当然你可以把两个按钮 按右键插入函数 这个函数部分指向这个 清除按右键 右键之后的话指定聚集 再把这个清除的聚集指定给他 那我们做出来的结果 类似这样 清除 把它归零 按一下复选题切割 这个地方图表就出来了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做一些秀的话 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清除 然后复选题切割 做出来类似这样 但是如果你没有动画效果的话 因为它现在咻一下全部出来 对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有那个动画效果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那个 刚刚那个什么application 点 wait 就是让它跑慢一点 你可以把那个速度 把它放慢 大概0.3 假设跑一下 停顿一下 跑一下停顿一下 那最后做出来的效果 各位可以看到 好像还是太快 你可以把那个数字 稍微调慢一点 因为现在我们CPU 现在跑太快了 一下就整个跑 那你可以把这个部分 把它做完 那这个部分 这一题 练习题就完成 那请各位试一下 主要分成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试试看